- 谢谢你们支持,要继续哦! - 哈啰大家好,欢迎收看股声响起,我是千涵 - 我是曾志祥 - 瘦到今天的台风假,除了贝贝基陶啦 - 大家其他都放台风假 - 台股呢,是欢欣却越涨了180点 - 不过呢,是指纹反弹了吗?老师 - 那廉价后又该留意什么方向呢? - 好,那我们... - 其实今天我真的很不太想出这个地方 - 我也想放假 - 对,大家都想放假 - 你知道我们昨天看到那个新闻的图片 - 住中南部的朋友,你不要幸灾乐祸 - 我们看到那个图片,FB上面一直跳出来 - 一整个台湾你知道吗? - 那个台湾,然后下面一整片蓝色 - 还是绿色,反正就是一整片 - 都是暴风圈 - 然后只有北、新北、台北、基隆、桃园 - 这边白色,表示没在暴风圈里面 - 但是台北没有放假的话 - 金融市场还是会开启的 - 这就是我们目前会在这边的原因 - 那当然这个盘市 -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问题 - 就是说年假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- 然后明天就最后一个交易日 -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休假 - 做股票不需要拼到这个样子 - 对,因为那个是很没有意义的一种行为 -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真正能够赚大钱的 - 或者是赚大钱的一种思维 - 没有必要去拼那一两天 - 这两天可以先检视一下自己的事 - 先缓缓,对,先缓缓 - 先缓缓,就是说你要真的能够很确定 - 就我常常在讲你今天要确定未来成长的产业 - 我们现在去买那很OK - 位阶很低的时候去买 - 那是你从你的眼光放远去看 - 这样子的做法是对的 - 但是你如果说只是想要一直都要拼短线拼短线 - 那这两天已经要廉价了 - 没有必要这个时机点冲进冲出那太累了 - 赚那个便当钱 - 然后有时候不小心为了那一个便当 - 一百多块,现在一个便当都一百多了 - 对 - 对,然后不小心输了一颗牛排 - 对不对,那没有意义我觉得 -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探讨的重点就是说 - 第一个,台股稳定了没有 - 第二个,廉价之后我们会留意的一个大的 - 几个方向在哪里 -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在谈的都是廉价之后的方向 - 廉价之后的方向 -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谈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 - 节目开始 - 给我们一个赞 - 一个分享 - 麻烦按个赞按个分享 - 这个就不再赘述了,废话太多 - 来 - 来,我们一样延续前两天 - 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 - 本周操作已短不宜长 - 对 - 你看这个真的黑手防守很用力 - 这个去做对照对照什么 - 你看这个台北股市 - 哇,这16,200守得非常非常的紧 - 对 - 这个位置 - 16202 - 昨天16203 - 根本 - 就差那一点点 - 真的 - 又差那一点 - 所以你去对照对照什么 - 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内支的资金 - 他防守的确是非常的用力 - 这是南韩 - 你看南韩这个什么走势 - 就是大怒神 - 对这个就是 - 滴滴落 - 对这个滴 - 大怒神跟滴滴落 - 日本也是走成这个样子 - 所以呢 - 你在整个像这个什么 - 美股 - 因为这一次其实是美股引起来的 - 那当然费犯昨天是稍微有些反弹 - 但是他也是两个大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修正 - 那如果对照台北股市呢 - 我们必须说实在话 - 我们的位置 - 其实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- 哦 - 差不多这个位置附近 - 所以呢 - 我会说我们的黑手防守的是非常的用力 - 嗯 - 但是呢我们也不会说趋势就此马上就改变 - 因为罗马他不是一天就造成的 - 你明明还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- 你一天的防守量说2400多亿 - 这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改变 - 直接改变他的趋势 - 所以呢 - 现在黑手能够做的就是让他以盘待跌 - 嗯 - 让他最好的状况就是盘整 - 对 - 以盘待跌反复打底 - 那以盘待跌反复打底 - 其实对后面的一些个股的表现机会 - 他才会有 - 但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 - 是 - 中小型股很强 - 对漂亮 - 这件事情就是漂亮 - 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黑手 - 黑手不放手 - 是 - 对有的人可能会很恨黑手啦 - 为什么 - 因为做空的朋友 - 本来小说拓动啦 - 昨天空下去 - 这差一点就破底 - 对 - 空下去 - 结果今天被告成这样很辛苦 - 嗯 - 哎 - 投资好朋友 - 你不能怪这些黑手 - 知不知道为什么 - 今年是选举年 - 你明明就知道他要选举 - 对 - 人家就要硬撑 - 明目张胆地撑给你看 - 嗯 - 能怎么办 - 市场人家开的嘛 - 对不对 - 市场不是政府开的吗 - 是的 - 所以呢 - 投资好朋友 - 这边这个是OTC指数 - OTC指数还更夸张 - 你知道吗 - 就是说 - 它这一条是月线 - 这条是季线 - 它等于是直接 - 站回到所有均线之上 - 对啊 - 超强 - 然后呢 - 这条季线它目前是下弯 - 对不对 - 它目前扣底的位置在这边 - 所以意思就是说 - 你这个只要 - 假设它一直在这边盘整 - 差不多一个多月 -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- 扣底值就开始扣底到低的位置 - 那所谓的季线扣底值扣底到低的位置 - 现在意思表示什么 - 表示后面现在下弯的季线 - 它后面会翻阳 - 哦 - 那季线一般来说 - 我们是所谓的一个生命线 - 就是象征中期的多头跟空头的一个格局 - 下弯是空头 - 上阳是多头 - 它现在就是以盘代叠 - 把它撑撑撑到 - 让它后面能够 - 你算时间现在10月份 - 嗯 - 那一个月后大概11月份也快选举 - 是 - 我们1月10期要选嘛 - 对不对 - 那这样子称称到后面选举行情不就来了嘛 - 嗯 - 所以呢 - 我们不能说 - 这都是黑手的错 - 拿人家的钱去做那些事情 - 嗯 - 对很多的资金的确是我们的 - 很辛苦工作缴过去的一个退休金嘛 - 对 - 所以这也是提外话 - 就是说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-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明明 - 如果单纯就技术面来看 - 这个走势是空头啊 - 是 - 我们不会去否认这件事情啊 - 是 - 但是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- 那阿翔老师是多跟空我们都会看的人 -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偏空的动作 - 就是因为黑手的问题嘛 - 对 - 了解那个意思吗 -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跟条件之下 - 我们要如何帮自己创造更有效的赚钱的机会 - 就是要加入阿翔老师的Telegram - 对这个可以 - 能选LINE选足 - 才能选到对的 - 来我补充一下 - 我现在只有LINE - 你现在只经营LINE - 对现在只经营LINE - 筹码相对论 - 对对对对 - 就经营LINE就好 - 不要太负负 - 才能选到对的产业跟个股 - 才能选到对的产业跟个股 - 对其实我们就是在看产业啦 - 除了从产业的角度出发 - 那我们先带这一件事情 - 新台币 - 你看那个新台币贬值到很夸张的情况 - 昨天我们的央行总裁讲了一件事情 - 说他没有设限 - 他昨天直接丢了9亿美元 - 是 今天新台币就回升了 - 还不能说回升啦 - 就是说稍微跌升反弹 - 真的有办法离开外资吗 - 我不能预测新台币的走势 - 会被罚钱 - 好 - 所以呢 - 但是我先讲这个目的是什么 - 是要告诉各位 - 你看新台币的贬值 - 它其中就衍生出来 - 我们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 - 因为大环境来说 - 你新台币的贬值 - 对出口导向的一些个股 - 或者是出口导向的一些产业来说 - 它是正面的 - 对 - 所以你在这一次你去算喔 - 因为这个是新台币 - 你看这个是7月份 - 8月份 - 9月份 - 到这个时间点嘛 - 这个10月又开始创新低嘛 - 这段时间 - 等于就是说第三季 - 平均整个贬值的幅度是加大 - 那一般来说你之后看台积列文法说 - 它也会这样告诉你 - 第三季的平均的汇率水准是更往上贬值 - 然后呢你在9月份的营收 - 你都会看到一些以出口导向的那个营收的公司 - 它营收数字大部分正常的状况之下 - 都会更好 - 真假 - 因为你新台币是 - 它收美金对不对 - 对 - 它收美金你换算成新台币 - 那当然那个数字会膨胀嘛 - 没错 - 数字会膨胀 - 所以大部分你甚至到一些AI的股票 - 9月营收出来 - 哦你会这么的亮眼 - 然后感觉睁大眼睛 - 然后报纸不会告诉你 - 不会告诉你什么 - 不会告诉你说 - 其中可能包含了一部分汇率贬值的因素 - 实的关系 - 报纸不会讲 - 所以我先讲在这前面 -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出发 - 你接下来投资的一些短线性 - 我们这边讲 - 如果从汇率角度来出发的话 - 有一个方向它是短线的一个角度 - 这个方向其实就是我要一直跟各位讲的 - 你今天为什么跟各位谈新台币 - 就是要请问各位 - 让各位能够了解 - 你接下来买什么股票 - 对 - 做什么样的投资策略 - 你都要很清楚 - 你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- 你当你搞不清楚 - 你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- 你股票就会很杂乱 - 你股票很杂乱 - 你就变成你每一支流仓表 - 一流出来 - 全部都一大堆赔钱 - 对不对 - 所以我才会常常要跟各位提醒这件事情 - 买股票之前问自己三个问题 - 产业、筹码、跟未接的问题 - 好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- 哇 - 最重要的一张图来了 - 截图 - 这个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- 对 - 如果错了不要骂我 - 来 - 汽车零组件 -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谈的 - 你从新台币贬值的一个方向来去看 - 因为大部分的汽车零组件的一个个股 - 它都是出口为导向的 - 那你其中你就可以去看 - 它的策略是什么 - 我先讲给各位听了 - 它说 - 你看哦 - 不管是耿鼎、TVC、东洋 - 大家都很清楚 - 那家售后服务维修市场的传统旺季 - 对 - 所以正常来说 - 你再搭配新台币的贬值的角度来看之后 - 你还要搭配它现阶段的营收的状况 - 是不是处于一个需求的一个旺季 - 你不能说这个在贬值有利 - 对 - 然后就都没有需求 - 对 - 对 - 你没有需求卖不出去 - 你再怎么贬值都没有用啊 - 没错 - 所以逻辑要清楚 - 就是说需求OK - 然后呢 - 整个新台币的汇率环境也OK - 那就构成第一个汽车零主件 - 目前是OK的 - 所以呢 - 那但是呢 - 这边我要特别强调 - 汽车零主件的部分 - 是以短线的角度来看 - 这边为什么是短线 - 因为它之前讲过了嘛 - 除了这个位阶的 - 这个就是所谓位阶的问题 - 嗯 - 第二个重点是 - 这个也是报章媒体 - 不会告诉你 - 哇 - 它是接下来第三季 - 所谓AM旺季 - 是第三季到第四季 - 传统旺季 - 但是第四季 - 其实是慢慢开始往下走 - 诶 - 慢慢开始转弹 - 哦 - 所以人家备货 - 台湾它是零主件的 - 对 - 售后服务维修市场 - 为什么冬天是旺季 - 知不知道为什么 - 为什么 - 冬天欧美它是下大雪 - 对 - 欧美大雪 - 所以很多它有时候会暴风雪 - 那个整个车全部泡 - 像我们台湾是泡水嘛 - 泡水嘛 - 它们是泡雪嘛 - 哦 - 所以这个是它们的传统旺季 - 但是零主件是不是 - 你第三季就要先进货了 - 对 - 你要建立库存水位 - 水位 - 如果你没有库存水位 - 你东西都没有 - 轮框没有 - 那个什么轴存没有 - 铃厅没有 - 什么都没有 - 怎么货给别人 - 怎么后面再维修 - 对啊 - 所以呢 - 这个叫做事前人家会先进货 - 你现在看到7月8月9月 - 营收会漂亮 - 那10月就开始慢慢下来 - 哦 - 所以呢 - 我会跟各位说 - 这边是短线的 - 然后呢 - 看9月营收 - 不是叫你看到9月营收好再去买 - 是先卡位 - 然后9月营收好 - 网上开高高的时候把它卖掉 - 开掉 - 哦 - 了解这意思 - 对 - 这连策略都告诉你 - 是 - 今天我为什么要常常跟各位讲 - 就是说你看哦 - 当你的策略很清楚 - 你从筹码的角度 - 从产业的角度 - 来断定你接下来的投资策略 - 这些都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- 这是你增加胜率的一个方式 - 哦 - 我们做股票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 - 是 - 百分之百的只有那个诈骗集团 - 诈骗集团永远告诉你他有涨停板 - 对 -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看我的节目 - 我们没有涨停就是没有涨停 - 有涨停就是有涨停 - 会员朋友有做到才是有做到 - 嗯 - 所以我们不会跟各位好朋友 - 讲一堆天花乱坠的事情 - 对 - 我们就是告诉你 - 接下来策略该怎么因应 -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策略 - 然后第二个部分 - 诚衣跟智协 - 现在大家都在看亚运看得很开心 - 对不对 - 昨天那个溜冰鞋绞生的很长 - 0.01秒 - 真的真的是金牌 - 0.01秒就是金牌跟银牌的差别 - 真的 - 对不对 - 所以以后记得下次溜冰的时候 - 脚伸长一点 - 所以回过头来 - 诚衣跟智协 - 这个部分它是看上的是什么 - 是巴黎奥运 - 明年的巴黎奥运 - 明年7月26号到8月11号 - 那这个就不是所谓的短线 - 这个时间要拉长来看 - 对 - 这个时间你就要拉长来看 - 那一般因为像我的客户 - 它有像之前有两位 - 一个是做仿制 - 一个做智协 - 都是台商 - 现在以前还是都在大陆 - 现在跑去印尼了 - 对 - 对 - 对,然后呢 - 那这两位客户其实以前我都有聊过 - 那在上一次奥运的时候之前都有聊过 - 奥运真正 - 你对这些实际的厂商来说 - 奥运真正会带动商机是前一年 - 对 - 不是当年 - 所以你到后面你再去看 - 那个都叫做爆章媒体炒题材用 - 是 - 实际营收会贡献的是事前 - 人家就要先开始酝酿 - 所以你Nike的 - 或者是爱迪达的这些厂商 - 它事前都会开始做进货 - 没错 - 所以我们举一档个股的例子 - 如果 - 像9938的百合 - 来 - 你有没有发现 - 最基本的 - 到概念 - 我们这个是从周K线的角度来看 - 然后你把它还原圈子 -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量 - 开始连续两周 - 带量一个V转上来 - 有耶 - 这个叫做什么 - 这个叫做低档粗量直接反转 - 这个等于就是所谓的周K线的底部形成 - 嗯 - 但是有时候周K线的底部形成之后 - 到后面下一次它要发动它需要一些时间 - 懂意思吗 - 所以意思就是说 - 它已经在酝酿长线跌升之后的指纹指跌在盘底 - 哦 - 那它的指纹指跌在盘底意思是什么 - 就是说你这个时间 - 这个五十几块的时候 - 你去买百合 - 基本上你的风险很低 - 哦 - 它过去几年 - 平均六年 - 它平均每一年都赚超过五块以上 - 嗯 - 然后技术面的配合一个底上来 - 但是 - 会直接告诉各位的原因是什么 - 因为它比较股性比较温和 - 嗯 - 它就不适合那种很很很很 - 很想要马上获利赚钱的人吗 - 对很想要马上获利赚钱的朋友 - 想要短进短出的就不适合 - 对 - 它比较适合那种稳健 - 了解那个意思吗 - 所以这个逻辑策略上的不同 - 嗯 - 然后呢 - 因为时间的关系 - 这个我就跟各位点到 - 大致上点到这些 - 然后最后大家可以再去看 - 光通讯 - 光通讯的部分呢 - 我一直在观察 - 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做联军 - 做上权跟前顶嘛 - 上个礼拜都先获利出新了 - 然后我们一直在看 - 它有看回不回的现象 - 哦 - 那所谓看回不回的现象 - 一旦出现之后你就要特别记得 - 哦 - 因为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- 尊重市场 - 没错 - 哦 - 看回不回 - 表示什么 - 像我看 - 看他回 - 他不回 - 你看他回 - 他也不回 - 那叫做多头 - 是 - 那叫做确认的多头 - 哦 - 所以这个叫做尊重市场的一种表现 - 懂的意思吗 - 就像你现在看空 - 那结果他今天又拉上来 - 那你是要看继续坚持你的看空 - 还是尊重他拉上来 - 嗯 - 这个逻辑又很清楚 - 所以呢 - 今天跟各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- 是 - 想要交更多财经资讯 - 记得加入阿翔老师的LINE - 小老鼠T2330 - 或者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923988 - 那我也会在节目下方留言 - 今天的本集重点精华 - 所以一定要来看哦 - 那股声响起 - 我们下次见喽 - 拜拜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?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、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實地擇房產業 並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